前面呢,我们相当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把妈的佛罗的内部里面 长期的这些方法给讲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红色字体高标出来的这些方法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还学不熟悉 首先,我们选择哪种图形 来呈现我们的这样一个数据 这根据这个图形 问题都不一样 我们决定要选择图形也是不一样的 问题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想要展示这种变化 我们选择折线图,对不对 我们想要统计遗散的数据 我们就用条形图,对吧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根据问题的什么 问题的情况都不一样了 来决定用哪种图形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之后呢,我们讲的这四个方法 这四个方法呢,分别是呢 绘制折线图 柱状图 然后呢,就是条线图,对不对 还有三连图,还有直方图,对吧 XX,YX,这个地方呢 关于XX的地方,我们用的非常多 主要呢,是我们想让这个S字表变得更好看一些 Enable,Tidal,Grade 或者图片大小和保存图片 这些问题呢,大家应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了,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MalaproNib的这样一个使用流程的总结 MalaproNib的使用流程 首先明确问题,然后呢 选择图形,然后呢准备数据 然后呢绘图和完善图形 这是MalaproNib的使用流程 后续呢,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把 使用NumPy或者Pandas 把数据处理完了之后呢,我们都会使用MalaproNib 来对应的进行这个图形的展示 我们到处呢,也会是这样的流程 那么,是在这个地方 关于MalaproNib的更多图形样式的话呢 大家之前呢,应该是 给大家演示过,对不对 对应的还有Demo 如果大家后续要画一些其他图形的话呢 请要通过MalaproNib来画的话呢 可以就去看一下对方对应的这样一个 光我哪都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之前 在昨天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公司里面 可能我们并不会使用MalaproNib去画这个图 那我们会用什么画图呢 我们会使用前端的这样一些框架来画 对不对 那比如说什么呢 百度的Echat 对不对 你就看一下 百度的Echat呢,是这样一个GS的 这样一个框架里面呢 它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图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例子 非常炫酷 比如说三连图 我们看一下,这都是三连图 这些三连图呢 它是,以为它是GS做的吗 在网页上它是有交互效果的 它是有交互的 并不是我们像个花样的图形 一个一团死水在那个地方 这些数据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到时候只需要跟这个样式一样 把这个数据给它准备好 那用什么准备数据呢 我们就用我们的 方向学的Pandas和NumPy 把这些数据准备好 然后呢 别人在页面里面 照着写一下这样的东西 然后可以呢 绘得出这样一个图形 这是关于三连图 那除了三连图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图形 比如说折线图 它也是能绘成这么多图形的 这些都是有效果的 还有柱状图 我们也是可以绘得出来的 然后呢 还有地图 这地图呢 偶尔用的比较多 比如说他想画一下 在某一 某一块地图里面 这个数据的数量量多少 比如说每个省份数量多少 对不对 但当前我点的这个呢 并不是 它只是展现了这样一个公路的 一个汽车流动情况 对不对 所以这样展示 那这个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炫酷的一些图 还有别人做的一些图都比较炫酷啊 这是关于三连图 给你看一下 这些图特别多 当然了这些就是属于前端的一些工具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一天看到别人在这个 在群里给大家发了消息说公司通过数据分析做的如何如何 对不对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它只不过用那个前端框架 把数据做了一个展示而已 你见吗 并没有特别的复杂的东西 然后只是通过一个前端框架 把这数据做一个呈现而已 这是关系图嘛 就比如说这一点 看哪些点有连细 这可以拖的 到时候它是 你看了嘛 把数据放上去 就每个上面都是有点的 就这个点是这个名字 这个点是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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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它通过点跟点的连接来看出这个 比如说当前这个点 它是和哪些数据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学python 比如说这个点是python 我们学python 还要学什么对不对 这些相关的 一堆点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它有效果的 是可以拖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别人 这里还有一些GL实力 这个GL实力 好像是用户造了一些图 好像是 之前看过一个特别炫的 跟音乐一样的 看一下 星云 这边 这边点一个 这边点一个 这个对 就是这个 来看一下 中国百多基X2来做的 还有点慢 这个网速可能 还是内存 都可能让我电脑特别卡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效果要加载 它要非常长时间 大家可以自己下来看一下 太慢了 百度Echart 你搜一下就知道了 对 和Echart的很像 那种GS框架 前端框架呢 都有非常非常多 然后对呢 它都能够展现一些非常 漂亮的一些形状出来 然后呢 很多时候我们把数据出现好了 如果 我们想要把数据呈现在页面上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一些这样前端框架就可以了 这个 看个简单的 这个 一个都打不开 就这样一个动态效果 GS的效果 使用GS的生成这种效果 这个比较 比较炫雾 但是这个打不开 我操 之前看看过了 来看一下有没有别的 看这个 但是那个太大了 我现在见到 已经CPU爆满了 要卡死了 有声音吗 就是这样子 它有声音效果 然后声音效果之后呢 它这个声音呢 就会随着这个图形在那 在那动 但是大家看 看我屏幕应该非常卡的 对不对 看我屏幕非常卡对吧 确实是有点卡 就这个样子的 这大家可以下来自己来看一下 当然自己电脑的CPU 足够好的时候呢 是可以把它都带起来的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 这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当那个图形在线路的时候呢 它会对这个CPU Dentation 占用非常非常高 对吧 可能并不是每个人的电脑 都是 都是特别好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决定效果 和决定展示的中间 要做一些平衡 对不对 可能并不一定要非常炫 那可能呢 我们希望很多人能看到的时候呢 还是应该把它做的稍微的 就是内存占用 没有那么高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这是GS 对吧 在我们现在的工具里面呢 关于Python相关的 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工具 叫做Bloatly 这个工具呢 也非常牛逼 它怎么牛逼呢 它就相当于是 画图界的这样 Github 这样的身份 就是Github 我们都平时应该听过 或者用过 或者了解过 我们 它提供这个代码的托管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把代码可以放到它上面 但是它是公开的 对不对 在某种情况下 它会把这些代码呢 公开给别人 别人是能够看到你 就写的这些代码了 对不对 那么对Ploatly呢 也是这个样子 它也提供了这样一个图形的 可视化图形的这样一个托管平台 别人在某种情况下 也是能看到你画的图形的 除非你付费 所以付费的话呢 它就是可以设置为私有的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它画的图形呢 也是这种交互的这种动态的 通过Python去画的 但是呢 要展现在网络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要加上 对应的gs 不是付费的 Python Ploatly点Py 对有R语言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效果 它这个地方 它是使用了这个 呃叫做 Jubyton论布克画的 大家看见没 在Jubyton论布克里面 它是有这种效果的 是可以调节的 我们之前讲过Jubyton论布克 对不对 大家看到我们鼠标放到上面 是可以转的 它这有一个形状 大家看见对不对 把鼠标放到下面 这个图是可以转的 是可以移动的 然后可以画出各种各种各样的形状 然后呢 是有这种交互的效果的 那当然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要把这图形 放到网页上的话呢 也是需要对应的gs去配合在一起 使用才是可以的 CPU CPU 我之前看不是不收费吗 之前被收费了 peer user student 59美元 300块钱一个月 对不对 peer year 一年说出来 一年300块 这并不会 对不对 我记得之前一段时间好像是不收费的 对吧 这个样子 之前在做的事情呢 就和我们gethub做的一样的 gethub是做的一样的 就是把其物理解压这个代码图形的托管 然后呢图形的目的情况下都是公开的 如果说简单隐藏起来了 我们就需要做一些额额的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常见的一些图 叫什么图呢 Basic e-chart scatter plot 我们看一下 他这方也是有案例的 教我们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output呢 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呢 也是一样的画X画Y 然后呢 都是来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他现在加载 这地方他会 好像会发起网络请求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鼠标放上去是一种交互的效果 看到吗 是有这种交互的效果的 能看出来吗 那就这个样子 就是交互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也是 我们把鼠标放上去之后呢 它是有这种效果的 比如我们单纯的使用 Malapuronim 或者的东西呢 要好看一些 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选择吉林宝一块来进行观察 是这样的 就这个样子 非常的炫酷 对不对 当然了 这是只是一些东西 其实呢 别人只做了一些书的展示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工具了 能够把我们的图形呢 展的更好看一些 但是呢 呃 其实没有什么太行李的东西 就这个图也是 经常呢 就能看见这样的图形 而且它里面的颜色 大家可以发现 是要比我们 只用Malapuronim 选择这个原色的要更好看一些 对不对 辨识度更高一些 然后更炫一点 对吧 就这个样子 大家都可以进来看吧 嗯 都可以 都是有交互效果的 并不是一个精彩的图片 这是叫Protony这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呢 也是 呃 现在好像是收费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至于没有研究它 啊 之前简单看一下 之前我看到说的 它是和我们Github一模一样的就是 墨入情况下是免费的 但是呢 如果要 变成私密的话 就把图片变成私密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还是要收费 这个样子 这是关于绘制这个散链图 那么绘制其他图形呢 它也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样一个 叫做 这是柱状图对不对 就是我们调音图对吧 我们看一下调音图也是这个样子的 需要你我 需要你我 等着跟我锁盘 对应的这个方法使用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的 和我们之前的Snow是一样的 传X传Y 然后就能把它画出来 这里也是一样传X传Y 那只不过这里它好像是X可以传什么呢 可以传这样子 似不出来这样的列表 可能吗 那Y呢就是对应的这样的高度嘛 对不对 然后呢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它 然后呢 你就能把它画出来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前面的 看一下去看这吧 它画出来这样一个 东西是这个样子的 当我们把锁盘放上去 也是这种交互效果的 是吧 然后下面呢 也可以放 画这种堆叠的也是可以的 然后画这种也是可以的 非常简单 那么除了这些画动工具之外呢 在我们这个ITML课件上面 大家应该你们看 收到我们ITML课件的吧 没有没有 而且下面科学呢 给主要老师已经发过去了 给我们拼搁 对吧 除此之外呢 还有画动工具 比如说西本 西本 也是一个画动工具 然后呢在Python里面 我们可以用它 它画的图形呢 和我们MODPLUNEAP画的图形 差不多 这样只是呢 可能有时候呢 它使用方法 使用起来更简便一些 大家看到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画一些图形呢 可能更简便一些 我们画的东西呢 和MODPLUNEAP的其实差不多的 BAR PLOT 而且稍微的比较炫酷一点 但是它画出来图形呢 也是这种精彩的图片 是没有这种交互效果的 前面给大家看的 那个eChart 这种GS以及 Protony 加两个东西呢 它都是可以交互的 然后这个西本呢 和MODPLUNEAP 都是绘制的这种精彩图片 但是感觉 个人感觉呢 还是这样一个 Protony好像更好使一些 对吧 然后呢 它并不是通过GS去绘制的 那eChart的那个呢 我们需要把数据传给前端 然后在前端进行这个数据的展示 但对Protony来说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将来在后端 把这个图也汇出来 汇出来之后呢 我们得到一个图的URG 我们把这个URG呢 交给到前端 现在把它放到那个地方去 到处呢 它请求一下 对方的这个URG地址 就能把图形展示出来 就这个样子 然后它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这时候写就可以了 然后文档在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关于前面所学的这些内容 那么下面至少 还有些时间呢 我们可以接着稍微往后讲一讲 就是关于后面LumPi这一部分